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后点B计划 后点B计划呢 前面是跟后点A一样的 对吗 跟站位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师长的要求跟后点A是一样的 就师长最后呢 要到这个前面呢 在前半程呢 在这里吸引中央注意力 对吗 假装要冲顶 假装要接应 然后呢 到了后面就球发出来之后呢 要回到进去湖顶这里保护 师长我就不说了 师长是一样的要求 那么还是看 这个排列组合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后点A呢 相对后点B呢 稍微复杂一点 炸弹照样是绕着司令跑 对吧 跑到这 司令照样是前叉 这都一样的 好 但是呢 在前面不一样的地方 就当炸弹绕司令跑 跑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我们的军长 我们的军长 要假装 冲向对方的前点 冲击对方的前点 就是司令不是往这跑吗 大家不是往这跑吗 军长呢 你原来站在这个位置 对吗 你就直接冲向对方的这个 沿着这个点球点附近呢 直接插进来 直接冲进来 好啊 那么如果你摆脱的好 你在这一瞬间 已经摆脱了对方的防火球员的时候呢 那我们呢 这个发球权也不一定那么死板 完全可以把球发出来 直接由军长呢 去完成这次进攻 他已经摆脱了这个空位 当然可以直接发 你这里已经吸引注意力了 对吧 那么这也是我们后点币的一个计划 那么大家如果没有完全摆脱 或者说呢 你犹豫了一下 没有发球权 不要紧 军长继续跑 继续往前插 其实就是给人一种 要冲击进门柱的感觉 那么炸弹呢 这个时候 你给 绕了司令半圈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差不多在小禁区线附近 军长呢 差不多也冲到这个附近 炸弹呢 就沿着这个小军区线 继续跑 跑到后点来 那么军长在这个地方 既是前插冲顶 既是前插冲顶 也是给我们的炸弹 做了一个掩护 去挡住炸弹的防守球员 好吗 就你全速啊 全速往前冲 全速往前冲 炸弹呢 后撤步往后跑 这个时候炸弹不要 就是背着身 背着这个 把屁股冲着旅长去跑 就你绕过司令 不你就是看着球嘛 绕过司令之后呢 你就后撤步倒退着跑 倒退着跑 好吧 一边倒退一边跑 军长插进来 正好呢 给你做一个掩护 你一边倒退 一边跑 那么跑到这个位置 我们把球发到后点 就炸弹完成 冲顶 好吧 那么这里呢 可能出的几个进攻机会 第一个机会 炸弹绕司令跑的时候 炸弹可能会出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 球就可能会发出来了 你炸弹看到球已经发射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冲顶了 对吗 第二个机会 炸弹绕司令跑的时候 司令 以炸弹为掩护 往前点冲 那么这个时候 司令可能会有机会 那么这个时候呢 球也可能也已经发出来了 第三个机会 军长 斜线往里插的时候 已经摆脱了防守球员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俩在这忙活不要紧 那么军长看到这里 军长有空位的时候 旅长呢 可以直接 这个发球球员呢 可以直接把球发给军长 让他来完成冲顶 第四个机会 军长跑到 金鱼线给炸弹做一个掩护 由炸弹在后点 去完成这个投球进攻 这是我们的后点B计划 所以说虽然是我们说是后点B计划 但是呢 其实这个机会 有三个机会 可能会出现在前点 或者中间 对吗 我们不要特别死板 就是说 就是发球球员 要注意就要看一个时机 就我们如果跑出了机会 那么我们的两个后点机会中 其实我们的后点A 和后点B计划当中呢 其实是包含着前点 可能出现机会的情况 那么在跑战术的时候 如果前点出现机会 那也要果断的把球 发到前点 好吧 不像我们的两个前点战术 我们的两个前点战术呢 就是速战速决 就是为了在这个前点完成进攻 我们的后点呢 完全只是一个幌子 一个牵扯注意力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肯定呢 这个发球球员要果断 就直接给前点就可以了 好吗 那么后点B计划呢 会有三个 四个 我们刚才讲了 会有四个前在可能出现的机会 那么炸弹呢 有可能会有两个机会 一个出现在前点 一个出现在后点 撕裂呢 在前点可能会有一个机会 军长呢 在中路可能会有一个机会 那么在这四个机会中 任何一个机会 看到跑得差不多出现机会的时候 发球球员就要果断的把球发出来 好吧 随发球员呢 这个脚法呢 要求也很高 我们后面还要去练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这个跑位呢 我们先要跑到位 并且形成一种 最好呢 未来能形成一种制度化 就在平常练的时候 平常踢着玩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形成这些 有意识的套路 好吗